忘了 唉 好漂亮 有些现在这儿 只有我一个人 零下二三度 是接着到目前为止 我去过的最冷的地方 所以这些设备什么 都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 看 拍着一半 它就不拍了 这个难道冻的 蓝牙已经失灵了 半天 手也没法停 敢用相机内的间隔 就看不见了 什么地址都没有 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监屏 看到一些参数 现在天空已经有点开始 很不都的了 这边的光 打到这边天上了 太美了 你手套完全不管 手指都拆了 可以用寒风刺骨 就行了 帽子戴着 这段宝宝开到最大档 我都感觉到它的温度 四档 这是最高的档位了 七盖篮子 带个护漆来 太美了 太美了 哦 太阳出来了 哇 冬天的日出 哇超漂亮 可惜我只有一个相机 哦 好美好美 好美 那个云飘祸的时候感觉太美了 哇 如仙境一般从那边 这边 比比风 开完了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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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编个戏法啊 镜头前什么都没有啊 这是滤镜 直接就吸上了 厉不厉害 这是我最近买的磁吸那会儿 之前那个 这种滤镜 磁吸的挺好 但是每次还要转好一圈 把那个磁吸转接环给拧上 实在是太麻烦了 觉得一点都不好用 所以用这个 内环 你看 它是转在这个 镜头内侧的 内接环 有了它之后呢 就不再需要外部的 其他的转接环了 直接咱这镜头 自己本身就是磁吸的 所以像这种 77口径本身的滤镜呢 就可以直接 吸上了 但是我这套滤镜 它不是82毫米的吗 所以我买了一个 77转82的磁吸转接环 这转接环也可以直接 就这样吸上 然后呢 再用滤镜就行了 这样呢 就方便多了 因为之前 如果没有这个磁吸内环的话 需要一个普通的 77转82的转接环 然后呢 再加上它这个 磁吸的 82的接环 然后再吸82的滤镜 很容易出现暗角 现在我用24毫米的这个焦段 如果那样做的话 用普通转接环的话 就会出现暗角 推荐给大家 这个磁吸内环和磁吸转接环 真的超好用 这一次出来实际上 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突破自己 就是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嗯 我觉得也是 想太多 尤其是知道的太多的时候 我就会想更多 什么天气呀 怎么来呀 什么时间来呀 会变得越来越犹豫不绝 以前我初中也会 看看今天天气 构成这个好天的机会 高不高啊 不高要不就算了 然后呢 就会导致说 好多时间就懒得 就算了 觉得不值得拍就算了 不去了就不拍了 今天呢 做出这样的一个尝试就是 想去就去 想拍就拍 甭管什么天 先出来再说 事实证明你看 是不是做了这个决定 还挺幸运的 所以我觉得 出来的多了 出来的多了 好家伙 嘴都快冻上了 出来的多了 拍到好天的机会 就会变多了 就会变得很幸运 当我领悟一个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掌握了 把摄影成功的秘诀 那就是坚持 因为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 才能拍出更多的好照片 所以 一起加油吧 今年呢 我在这个频道当中的内容呢 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和程式 最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希望能够 和大家一起玩儿去来 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视频的时候 也有想出门的冲动 我不会放弃 希望你们也不要放弃好吗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玩着玩着 觉得没进自己一个人 就不想再玩了 但是 希望你看到我的视频 看到我还在玩 你就不要放弃 咱们一起玩儿去来 甭管是在家门口拍还是出来拍 时不时的咱们拿起这个相机 就是一个休闲 一个爱好 别想太多 也不要看别人的眼光 自己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我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城 希望有一天 你也可以来到这儿 看到同样的风景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大家好 我是艾莉 咱们一起玩儿摄影 真的一起玩儿摄影哦 还是酒店里舒服 回来 暖和暖和 下午就该坐火车走了 在这儿 龙共可能也就待了24个小时 算是闪现魁北克老城 这个小虎城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好 也可能是我挺幸运的吧 来加拿大这几天 每天都在下雪 谈不上什么大雪 那天在蒙特奥 那个雪还是挺大的 来魁北克昨天下午 和现在外边都在下雪 飘着小雪花 感觉很不一样 特别是在纽约最近两年 其实没有怎么下过雪 那种满天大雪的感觉 好像一直都是缺失的 来这儿算是给弥补上了 感觉很幸运 这儿的人 我发现他们特别不怕冷 大冬天的穿的特别少在街上走 不过他们室内确实真的是太热了 进屋就得骑着喊喊把衣服全脱了 否则就冒汗那种 真是室内外温差超级大 但是反而是这种温差大的感觉 在屋里有一种那种暖痒痒的 特别是喝咖啡吃点东西 看着外边的小景 特别的狭意 推荐住在这个古城旁边 给大家看不见我现在 窗外的风景 其实早上起来感觉特别好 屋里特别暖 看着外边飘着小雪花 太美了 每个窗眼底下都是挂着小冰柱了 可见外边有多冷 零下二十度啊 相当的冷 魁北克城我觉得还挺值得来的 但是不宜待得太久 因为周边其实没有太多能玩的 这古城其实挺小的 我昨天来的时候完全就没看地图 然后就在街上瞎溜达 看那一个路 那边挺漂亮的 我就拐过去 拐来拐去 反正就这么大点地儿也丢不了 然后吃饭稍微有点费劲 在这儿的餐馆都关的实在是太早了 四五点钟就得去吃饭 过六点好多餐馆就已经关闭了 早上起来呢 我就只能吃麦当劳了 因为这个餐馆都还没开门呢 我这起流有点早 所以说在这儿一定要为自己的三餐做好提前的准备